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智圣诸葛亮 这一位是科圣张衡 这一位呢 医圣张仲景 还有商圣范黎 是 这个都是南洋的名人 但是您知道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吗 我看一下 这个画呢 它不是用笔画的 对 我看上边有胡的这个烙印 它是烙上去的 那么烙这个画应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在这呢 我拿来了这么一个烙画的工具 这是烙笔吗 应该叫做烙笔 我把电源打开以后 过一会儿你看到前面这个加热丝就变红了 里边这个铁呢就变成热的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行烙画了 好 我来试一试 你看我这个稍微一重一点 马上就有一个窟窿 如果温度过高 就会出现刚才你烙画当中的那个现象 那么我们把这个烙它搁在这 这个纸可能就会烧透了 而且冒出了火焰 哎呦 着火了 我刚才本来想写一个我爱发明四个字 好像是很简单的一回事 但是用这个烙笔你看 这深一笔浅一笔的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 而且你看这一笔如果我烙得狠了一些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小窟窿 都是点着火的意思 所以这个烙画是非常的费功夫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围绕着这个烙画展开的 有一位老师发明了一种快速的烙画机 据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一幅烙画作品 咱们赶紧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烙画自古被称为火针刺绣 又称火笔画 起源于河南南亚 据历史考证 早在清朝光绪年间 烙画就已经问世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 一种极其珍贵的稀有画种 烙画品种繁多 内容丰富 花鸟鱼虫山水人物 无所不包 既有国画的工笔和大写意的意境 也有油画的素描和水彩技法 更有版画的古朴情趣 国采重家之长 您好 请问您是这边烙画场的负责人是吧 陈宅主任 陈宅主任 您贵姓 我姓 你好 陆宅主任 我是中央电视台 我要发明的记者 您好 那个是这样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烙画 它这个生产工艺是什么 这个就是烙画是吧 这个是纯烙画 上面有点颜色 他拿的这个是什么呀 他这是我们的这些老工人 大师的研究出来的一种烙画 类似于电烙画 类似于电烙画 这个挺烫的 这个感觉到热乎 八百度左右 所以很烫 八百度左右 因为是放上来麻的会啄来 是吗 是的 它这个温度很高 温度很高 温度很高 你要是伸手的话 你要是紧烙的一烫就会动 一烫就会动 一烫就会动 这温度确实挺高的 那这个是什么材质 这是一种丝绢 这就是丝绸是吧 就是丝绸一点 那七八百度的放在丝绸上 那不也着了吗 对 但是就是大师的 掌握的温度 你伸手的话 一弄就是烫的 那所以用笔的轻重 这个是很有讲究的 对吧 像做这样一幅这个老虎这个图 要是这个一个人来做的话 就得做多少天 可以这个掌握 大概这个三天左右 三天左右 实际有公平化很慢 烙画目前主要依靠手工绘制 工期长 人工费用相对较高 这对烙画的大众化 市场化普及 是一个明显的障碍 在当地 有一位美术教师 刚好发明了一种 能够快速批量生产 烙画作品的机器 他住在南洋市的画家村 名叫孙宝瑞 孙宝瑞 孙宝瑞 孙老师在不在 孙老师 您好 您是孙宝瑞老师吗 我是孙宝瑞 一位团队 发明项目 快速烙画器 就您刚才在打磨的这个东西 是吧 对 现在我正在做这个 哦 够沉的 现在正在做这个除锈工作 哦 正除锈 这个 这是怎么烙啊 这我看人家的烙画是 都是拿这个烙笔来 一点一点的 这样在这个纸上 在什么绢上 这样一点一点 给烙出来的 您这个怎么烙啊 我这个是做了一个钢模具 然后把这个钢模具加温 然后放在这上面 你看这个放在这上面 然后把它把它烧红 哦 还要调温 达到一定的温度 然后用这个压力杆往下压 连压带烫给这个做出来的 是的 哦 那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要不然您给我们这个演示一下 可以 我看到底什么样的 好吧 好 孙宝瑞是南洋理工学院的 一名美术教师 烙画不仅是他在专业领域的 研究方向 更是他作为一个南洋人 自幼而如木染 汲取养分的艺术源泉 但经过调研 他发现 近年来 烙画行业进入低谷期 人才流失 市场不景气 大量粗质烂造的烙画 鱼目混珠 而很多真正优秀的烙画作品 由于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大多是叫好不叫做 遭遇市场冷清 尝此以往 南洋烙画面临着危险的边缘 怎样才能让烙画放下身段 走进大众 让大家都能了解烙画 欣赏烙画呢 孙宝瑞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向传统烙画方式挑战 用铁锤和白钢条摸索制作烙画模具 开始一锤一凿走上了艰难的发明之路 是有点烫 离这么近就感觉到热气烘热 效果还可以 新鲜出炉 再压一下 这个不错不错不错 好嘞 这个烟雾还挺大 不错不错不错 您看您这个烙画烙的还是挺快的 是是是 就这么按一下就出来一张 我这个是火印技术 火印技术 其实也就是烙印也是烙 也是烙 烙铁那个烙子 你不管是烙铁的烙饼 烙饼的烙饼 烙铁比走过去也好 机器压过去烙也好 都是烙 所以它通称为烙画 那您有没有把这个东西让这个同行啊 包括一些这个专家来来评点一下 然后看看做的怎么样 我们画家村有一个王老师啊 他是原来的我们烙画场的这个厂长 他也是一个专家 他烙画烙的非常好 我们我们去找他去给我们指导一下 行行行 要不然咱们看看专家怎么说 行行行 好不好啊 行那咱们就拿着这个过去 好不好 好好好 行这个就是是吧 听小轩啊 王老师 王老师 您好 打扰您了 您好 我是那个中央电视台 我爱发明的记者 您好 行 那咱们坐下 王老师 是这样啊 这个孙老师也是您的朋友 是吧 也是这个也研究过这个烙画 您呢 您是这个烙画界的这个前辈了 他是这样 他自己呢 就研究了一种机器 叫快速烙画机 这是这是用这个用那个铁做这个模具 啊 在上面刻上以后用高温高压 给压出来的一个啊 您看看这个烙画怎么样 你比如孙老师 你这个 以前你的同样是一个机器印出 印出来了 但是这个你看这一段签 这一段绳 你这个全部都是绳 这个这上面而且还有很多这个断绝的地方 这怎么回事这是 这个是用那个白钢条的刻出来的 有些时间那个白钢条的滑 滑以后有划痕 但是它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王老师说的有道理 正因为您这是一 是用那个钢板雕刻了以后 给它用这个压制出来的 嗯 但是这上面如何你给它 高的让它这个 让人感觉它的增加 更增加它更多的艺术含量 流传到社会来去了以后 让别人看要那样的话 就这样谁平不能这样 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 反正您是要提高速度 提高效率不错 但是别给落花丢人 是吧 您回去再好好摸摸 您那个模具 行吗 看看怎么样 好好好 行行王老师也谢谢您啊 行那咱们好的好的好的 南洋理工学院了解到孙宝瑞的发明项目以后 非常重视 组织艺术学院和机械学院两个院系进行会商 利用机械学院的五金加工基地 抽调相关技术人员 配合孙宝瑞 展开技术公关 经过一次次的沟通磨合 用竖控车床 加工制作出了新一代的老化模具 但怎样才能在这铁做的模具上 加上层层渲染的细微表现呢 这是什么呀 哪一个 这里面是阻染剂 这是阻染 阻止阻染剂 阻止燃烧的 这个是个阻染剂 这是阻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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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阻染剂 对 这个不让走 那个促使得着 就是在这个矛盾的解决过程中 它发生了艺术效果 这有点意思 行 行 您给我表演一下 这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100多度 然后我要开开以后 它能达到1000多度 你看 阻染剂 孙宝瑞经过反复钻研 最终琢磨出了一个新鲜点子 烙画本身是用火笔做画 那么如果加上水 又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他尝试着先把冰块撒在画纸上 砸成碎块 然后再用火来烧烛 通过调节火焰大小 温度高低 烧灼部位的不同 在画纸上呈现出 深浅混沫的功耗效果 加上冰块融化后 形成水的遮挡后 形成一种光红的文明 类似于手工浪化的 红色处理 但是要快捷得多了 这个方法 它还是从原始人的研画里学来的 原始人就是采用火烧水机的方法 来开山炸石 如今他也要用这一招来做烙化了 他给这种技法取了个名字 叫做冰火烙化 您觉得这样的处理 能符合王老师的要求吗 您觉得他能接受吗 我感觉应该能 再让王老师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意见 行行 好嘞 好嘞 行 那咱们走着 孟希湖是南洋理工学院的一片校园风景 也是孙宝瑞做快速烙化的写生地 今天 这里又成了他验收冰火烙化成果的考场 他和王铁易老师商定好 在这里开展一次比赛 一边是组织好的20个烙化学生 一边是自己的烙化机器 同台竞技 都以孟希湖为题材 先一个小时时间现场烙制 这一次就要看快速烙化加上冰火烙化 能不能经受住 这次考验了 那是不是王老师 是啊 过来了 又让您过来了 又麻烦您 好 这个这是料都备好了是吧 是的 这总共备了是多少 这是 大约50张 50张 应该保证个保证个30张应该没问题吧 最后的成品做个30张 成品您能做30张 难道没问题啊 您觉得这个孙老师说这个是靠谱吗 应该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啊 他觉得这个要是30张 可能印出来有可能 但是你要到最后说成为这种 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成品 有点悬 快速烙化器它是一个机械化成品 应该说50张是最保守的 再成品2也没问题 咱现在就按50张出 最后再30张效果 效果比较好 后面还有手工的 你包括冰火烙画和这个 和这个彩绘 那么这个它要相对耗一点时间 但是一个小时我估计用不完就能做完 您别光顾快 萝卜快乐不行 你这也不行 应该做30伏 因为我20个学生做30伏 那就那就 应该速度也都可以 啊 那您觉得这一个小时之内 这个完成这一副烙画作品 这怎么样 我问学生吗 行行那咱问 咱们一个小时能不能把这幅画画完啊 那能了咱们就就准备开始吧 行那咱们牵着准备开始 好啊 一声令下两边同时开始 这一开局速度上就明显看出了差距 快速烙化器是一马当先 只需把纸板放上去轻轻一压 几秒钟功夫一张画就烙好了 不一会儿就烙出了厚厚的一胆 而手工烙画就要慢得多了 学生们要在写生底稿上一笔一笔的烙 一点一点的描 全神贯注 小心翼翼 生怕衣不留神烫坏了画稿 眼看不到十分钟光景 快速烙画的三十幅作品已经将近完成 而手工烙画这里 很多人的话还只有一个基本轮廓 以完成之时还遥遥无期 这还弄到这玩意套上这个 这是个冰火老化的新技术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科技成果 啊 技术机密 行 王老师咱们都参观一下 看这到底怎么弄呢 开始点火 一瞬间火焰喷嘴呼呼作响 热浪滚滚吸引了众多的过客 驻足观看 用喷火来作画 这还是件新鲜事 大家议论纷纷觉得很稀奇 而且相比手工烙画来说 冰火烙画更加神速 不用一点一点的描绘 只要水雾喷上几下 火焰烤上一会儿 三下五除二 一张神奇的冰火烙画图就诞生了 这一会儿您看 这十几幅画啊 一会儿两分钟是吧 这就做完了 咱们看一下那个 那个王老师 您看看这些这个做的这个处理的 这个效果怎么样 啊 这个一下这个 用这个冰火螺化这种计划 啊 啊 就是 研究发明这个计划啊 就是它一直实践 非常快 啊 这是这个斑锅的效果啊 啊 非常好 如果是 挺好 这有点像那个采云遮月那个意思 是吧 如果用这个螺背 手工去螺啊 啊 出来这种斑锅的这种效果 手工烙画那里也紧锣密鼓的在进行着 同学们高度紧张 手腕也变得酸痛 开始出现频繁的失误 好几张画都被不小心烙出了弧痕 又要忙着遮盖 真是手忙脚乱 这时候冰火烙画也进入了最后的上策工序 离比赛时间结束也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了 到底是快速烙画加冰火烙画技高一筹 还是慢工出细活的手工烙画后来居伤呢 停停停 您这也停 哎 大家都画完了吧 停停停 然后站起来站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啊 怎么样 孙老师 咱们先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快速烙画烙出来多少幅 好吧 这前面是10幅是吧 这个12345678910 这也是10幅 21222324 这个算画完了吗 这个也算画完了啊 这是24幅对吧 然后咱们看一看那个学生这个烙烙的怎么样 好啊 看看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了 这是基本上这都画完了 对吧 嗯 好啊 咱们看一看看一看学生的这个烙画作品 看起来每一个人的这个风格还是不太一样的 这幅不错 啊 这幅不错 这幅不错 那这幅好的哪啊 这幅 这幅主要是突出了烙画 因为毕竟是烙画比赛 啊 烙画比赛 5幅优秀作品 与冰火烙画最终完成的作品相比较 嗯 学生们这个作品呢 嗯 整体看 还不如咱们这个快速烙画器 或者这个冰火烙画出来这个效果来 那这个您看做了24幅画 您觉得这里边有哪些能称得上这个次品呢 您觉得这里边有吗 这个基本上没有次品 我看 像这种快速烙画器出来这个 嗯 基本上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熟量工人的这个程度 您觉得能达到这个程度吗 嗯 那基本能够达到 基本能达到 它有点这个快速这个螺画器呢 嗯 它就是节省了世界 嗯 熟度这个效果 这个这个熟度比较快 嗯 如果是单单 这个在 如果不讲这个冰火烙画这个计划的话 嗯 就比较单调 就比较单调 它就像越华平一样 嗯 但是熟老师把这个又发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冰火烙画 这个 代替了烙画 收工的红色 嗯 这个收工红色大不到的效果 它它大到了 而且 收工效果大不到的 它也大到了 就是这种这种自然的这种 对 这有点你看加上以后 有点像那个物理看花云中望月 是吧 这样一带它不至于就印制出来 千篇一地了 它有变化 每一块都不一样了 就是说 它就增加它的艺术汉量 和艺术价值了 啊 那咱们也希望这个 孙老师以后这个快速烙画剂 能出来更多更好的这个作品 是吧 让南洋烙画也别在这个南洋这个 也能够走出这个这个南洋 是吧走向全国 对 走向世界 男子走向世界 男子走向世界 行行 那谢谢啊 啊 谢谢孙老师对中国 螺化艺术的这个贡献 对对对 谢谢 行 也祝贺你 谢谢 孙宝瑞的快速烙画加冰火烙画 如今做工更加精细 内容更加丰富 题材也更加广泛了 从各式各样的摆件到挂件 从小品到大幅的作品 从花鸟鱼虫到山水人物 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他还把自己的发明专利技术 引入到教学课堂之中 为广大的学生所掌握 创作出更多更精美的作品 发明人制作的这个快速烙画器呢 呃 结合了这个传统的烙画工艺 和这个模板印刷的这种工艺 首先解决了这个 批量制作烙画的这种问题 同时呢 也保留了这个传统烙画的这种感觉和色彩 另外呢 发明人通过喷洒一些阻燃剂的方式呢 通过烧食产生一些个性化的一种斑驳的效果 既体现了这种每一个创作的个性 同时呢 又是有利于实现大规模的这个批量制作 大家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 我爱发明栏目的记者马千文 现在我位于新疆芳草湖的一片瓜地 那我手里的这个瓜呢 它叫做打瓜 这是一种子用瓜 那我们都知道 平时我们吃的这个西瓜呀 哈米瓜 我们都吃的是它的瓜肉 而这种瓜呢 却吃的是它的瓜子 那现在呢 正是这种打瓜收获的旺季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个打瓜它是怎样收获的吧 您好师傅 您好您好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这是在 收打瓜 收打瓜呢 就是收这个瓜 对对对 我听说这个瓜是一种子用瓜是吗 对对对对 是的 是一种子用瓜 我给大家看看 它这里是什么子啊 我很好奇 这里面就是这种黑瓜子 哦 这就是咱们那个市面上卖的那种 打瓜 对对对 是吧 原来它是从这里面出来的 是的是的 哎呀好神奇啊 那这个瓜肉就不要了吗 瓜肉反正也可以 也可以食用 但是你尝尝 也可以吃 嗯 这味道还蛮好吃的 很清香很清甜 对对对对 这个像我们这一般都不要了 哦 咱们主要有收获这个瓜子 对收获子 对有药里面的籽我们主要吃 哦 原来我们时常吃到的西瓜籽 是产自这种叫打瓜的东西 这不禁让我们好奇起来 平时吃西瓜时都难以涂籽 在打瓜身上 怎样进行分离的呢 它把它打碎以后 把籽就从瓜瓜上脱开 在后旁边装带 瓜铺满地 秋收在即 未美可口的瓜子 就这样演绎着它们的蜕变之路 这就是咱们整个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分离的机器 是的 这个是瓜子在这里面 对对对 哦 就这样 收的瓜子 哇好多的 但是它这个还有这个瓜皮 这个瓜肉都在里面 这个拿回去还要到赛场上进去摊赛 然如此华丽的变身 并没有让当地的农民朋友们洗竹颜开 这是为什么呢 早上的时候就不小心了 但是没办法还得干 哦 就早上就累的都不小心了 对了对了 这个都要知道 原来紫瓜收获时都是人工采摘 然后人工未入的方法进行托子 每台托子机最少配套五至六个人 用铁叉将瓜扎起送入料头 重复该动作一整天 胳膊酸疼 熬动强度大不说 面对大片大片的打瓜 这样的工作效率很容易就延长了 采摘期和托子期 要么瓜烂地里了 要么出来的瓜子没有劲到的口感 这严重影响收入的托子方式 让当地的农民朋友们甚是头疼 那么有没有一种更便捷高效的 收获瓜子的办法呢 你好 您是牛长河牛工吗 对对对是我 你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 我还发明栏目的记者 我听说您现在是在研发一个子瓜收获机是吗 对对对 正好我开的图就是我 极星研发的这一袋产品 刚研发成功的将农出来了 那您能带我去看一看吗 可以看 您借 哎 发明人牛长河团队发明项目 紫瓜捡石托子联合作业机 哦这个是您研发的那个机器是吗 对对对 哦它这个外形很漂亮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设计挺特别的 这后面像一个刺猬一样 对 这很多尺啊 对它是负责把刮扎起来的一个关键部件 牛长河发明的紫瓜收获机 工作时与拖拉机配套使用 拖拉机牵引机架 带动碱石持滚向前滚动 紫瓜被分布不规则的钢刺从地上扎起 随后碱石持滚转到分离疏尺上分离 进入紫瓜破碎枪 利用钢筋条快速旋转将刮破碎 进而又进入第一道分离舱 搅拌轴快速旋转将瓜皮瓜瘾分离 瓜皮从后方推出 瓜瘾连带瓜子进入第二道分离舱 同样经过舱内搅拌轴快速旋转将瓜瘾和瓜子分离 让种植户们朝思暮想的瓜子就现出真身了 咱们要不拿出去咱们给那个到地里面 实际给咱们农民朋友试一试行吗 好没有问题 我讲说明一下这就是我最新研发出来的机子 看着挺有意思的 这个看着动物刺比差不多 我想呢还是咱地里先做一下看下效果吧 行的行的没有问题 我看它这个地方是有摔下来摔坏的这个瓜 是是会有这种是吧 会有这种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的话这个会有影响吗 这个会有影响啊 我我我这个地的产量就降低了呀 会有一点降低了呀 对 就是这都损失了 这个瓜 哎呀确实太小了 这比我设计的尺间距还要小 我设计的尺间距就7公分 这个直径可能只有5公分吧 就实际机械化是有一定的漏减率 这应该在合理范围吧 这种程度我作为我的我地主人手 我可能接受不了 面对漏瓜碾瓜的问题 牛长河回到农基所后 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进 牛长河又决定 将机器开到蒋师傅地里再收一次 在他看来 自己一个搞农业科技的 对付这些农田的问题 那是小菜一碟 您觉得今天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先看一看 我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检视率的话 我大概看了看 是低于5% 这是我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我觉得这还可以 看确实它这个没有上一次 那个浪费那么严重 对对对 这一次机器表现的不错 几乎没有漏瓜碾瓜的现象 这下牛长河觉得 自己的想法和努力没有白费 为了让更多的农民朋友们 认可他的机器 他决定和人工来个比试 让他们彻底认同这个紫瓜收货机 以后就跟着这个货郎先生 在地里混了 好这里就是咱们今天的比赛现场 现在这地里所有的瓜 都已经集成了这个瓜条 我问问蒋师傅 咱们这个一条有多长 大概有600多米长吧 600多米 好那咱们今天比赛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咱们来称重 看看咱们哪一队 咱们这个收的这个瓜子的这个重量 哪队收的多哪队获胜 但是当然是保证在这个质量 保证的前提下 好的好的 行那今天咱们人工队 这边有没有信心赢了咱们机器队 有 再来一遍有没有信心 有 江师傅找来12个人 两辆拖拉机 与紫瓜收获机进行比试 一个小时为限 最后看哪边收获的瓜子数量多 好那现在我就开始计时啊 咱们 开始 好 好 紫瓜收获机一出马 果然驾驶不行 这一扫光的农作方式 立马让围观的农民朋友们 有些惊愕了 不过 凡事都有两面性 这不 问题来了 这明显是太追求速度了 大量被扎起的瓜 进入破碎枪后 根本来不及捣碎 全堵住了 所以直往外调 那么一会儿我们再看看 牛长河是如何利用这短短的十分钟时间 将行走速度和破碎速度 很好地结合起来吧 这时人工队这边已经收获有一段距离了 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已经收获不少 而牛长河这边已经倒过七八分钟了 终于再次运作起来 你那个怎么熄火了呀 这段长了点瓜羊 我需要清理一下 咱们不是一直在这个除瓜羊 还怎么还会缠在里面呢 拔装了拔的累了受不了 有点眼花了是吗 太累了 就工作强度太大了是吧 那咱们这个瓜羊要缠在里面 缠在机器里面 那这个怎么清理能清理好吗 这个现在拿个美工刀把它清一下吧 暂时还没有好办法 原来 剃除瓜藤的师傅 只是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就导致瓜藤全缠在了破碎机的转子上 机器也就无法正常工作 不得已只能熄火了 正是这突发的状况 让人工队这边 似乎看到了一点胜利的希望 于是看起来更卖力了 然而刚刚有了好苗头 一个同样的问题 也困扰了他们 这咱们这怎么了 缠上草了 你们这草也缠上了是吧 就这瓜藤 对对对 那这个缠在机器上 这也会堵上了是吗 这什么 这这壶就堵上了 有的还挺多的我看 就会多了 这个东西确实挺难缠的 就是 没想到人工队这边也有缠绕瓜藤的问题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停吧 都停吧 停 来 来 大家过来吧 带着您那个子儿子过来吧 咱们称下重量 那先称人工队的 人工队 好 41公斤 对 谈刀饭也是 34.8公斤 34.8公斤 673.6公斤 对对对 行的咱们接下来咱们再称一下咱们机器队的 好的 好不好 好嘞 把称套过来 机器队这个是多少斤多少公斤 893.2 那机器队应该是比您多 比您多了多少 比我的人工队多了219.6公斤 那今天咱们从速度上来讲 咱们机器队赢了 怎么样满意吗 对这个今天这个状态 挺满意的 这成果还挺满意的 对对对 那这个蒋师傅今天这个机器队可是赢了 从速度上来讲 它虽然快 但是收的质量怎么样 我来检查一下 您还想看一下这个质量怎么样 对对对对 还是不放心 是的 那行那咱们看一下 您随机挑一个咱们看一下 咱们就开地带吧 对对啊 这个和人工说的差不多吧 还行还行 那现在您认可这个机器吗 觉得这机器怎么样了 认可还是挺认可的 挺认可的了 是吧 对对对 那咱们工人朋友们 咱们刚才这个人工队大家觉得认可吗 认可 认可 认可也不太情愿的 哈哈哈 这个机器打打瓜可以 如果是打葫芦的话 你还不知道 您觉得还有葫芦瓜是什么 对 葫芦是我们新疆的一种就是子用瓜 它那个呢跟这个打瓜又有区别 它是长型的 而且它那个外面那个皮特别厚 特别重 您是说它难度会更大一些 难度比打瓜要大一些 哦 比比打瓜 如果它能把我那个葫芦能解释的 就说是拖子以后能达到我的要求的话 那我是真正的从心里复杂的 他们所说的葫芦瓜是什么瓜呢 而且听他们的语气貌似这葫芦瓜很难搞定 是不是这样呢 第二天一早 记者就迫不及待的叫上了牛长河和他的机器 一块来到了蒋师傅的葫芦瓜地 看看收获葫芦瓜子 到底有没有农民朋友们说的那么难搞 这是您的那个葫芦瓜地是吗 对对对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葫芦瓜地 哦 这个就叫做葫芦瓜 对对对 我看看 这么长 这跟那个长茄子似的 对 比长茄子还要大 哦 它这个是什么瓜 什么瓜子呢 这是我给你打开看看吧 哎呀 这是咱们的食用这个南瓜子 哦 这个白色就是这个南瓜子 对对对 就是草熟以后装的就是个南瓜子 哦 它这里面是 有仁 有仁是吧 对对对 哦它这里面是绿色的那个 对 那我能扎起来看一下 感受一下 可以可以我给你找个叉子 哦 这个就是葫芦瓜 来您试试 哦 哦 这是真挺不好扎的 这个 这真的挺不好扎的 这个 呦很沉啊 这个瓜 挺不好扎的 对 而且它这个形状不规矩 哦 那怎么样 您觉得这个瓜的话 咱们这个机器可以打这个吗 试试吧 我觉得扎应该没有问题 把它扎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这看着还挺好的 这个 我看这还扎上去了 这点也没往下掉 还挺好的 怎么了 前面好像堵住了 我检查一下 堵住了是吧 哦 你们刚才看了也说堵了 是吧 长条形的流动性不太好 在这儿堆积到这儿了 哦 有堵的这样是吧 对 哦 那怎么办呢 我找个东西往下 边走边往下堵一下吧 哦 你得人工辅助一下了是吧 哦 好吧 您是这个地方进不去是吧 对 它不往下滚 没想到 这葫芦瓜还真是难缠 这台面对打瓜 能够扎光碎光 吐光的三光机器 面对这葫芦瓜 却毫无办法 他们根本不按照 牛长河设计的套路出牌 不过我们看到 除了因为形状问题 导致堆积起来掉了一些之外 在牛长河的辅助之下 紫瓜收货机的破碎功能 并没有因为 并没有因为 葫芦瓜尖硬的外壳 而受到影响 吸火 吸火 做垃圾吸火 怎么了 哎呀你这个不行啊 这个浪费的太多 而且人站旁边很危险 刚才都把我砸上了 刚才 我给您砸了是吧 对对对对 哦就是它这个往下掉了 就是啊 昨天我看你收打瓜还可以 这收葫芦 不行啊 你这还改的地方太多了 本是为收获打瓜子 而设计的联合作业机 没想到 在收获葫芦瓜子 这个实际问题上卡住了 这让牛长河有些尴尬 于是他决定 再改进改进 在团队的策划和动手下 很快 一台新型的紫瓜收货机 成型了 哎我看这个外型改变是挺大的 这个橘黄色的是什么呀 这个是我新增加了一个粮仓 它的 因为上一代 还需要在这里增加一个人工换袋子 就是就收紫的那个位置 那咱们上一次出现 就是说这个打葫芦瓜的时候 它好像进不了那个筋料口 这个您做改进 这个改进我在这里 在这儿呢 你看这 上一次是因为我们做打瓜的时候 可以 因为打瓜是圆形的 可以滚落下来 后来我们长条南瓜 它滚动性比较差 我在这做了一机船洞 然后这里面增加了一个输松带 把瓜可以强制的输松到这个破碎舱里面 哦 就是说 呃 代替人手的那个粒 给它一个往下输松的粒 对对对 扎瓜 去藤 进入破碎枪 破碎 出瓜皮 瓜子入仓 看来这是一台可以愉快收获瓜子的机器 您觉得怎么样 现在看着还可以 不知道这个长期工作效率怎么样 现在还有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 因为我拿过来就是想验证一下 到底它这台机子我们能抵多少人工 我想跟人工队再比一比 那不行 那明天就到我的呼噜地里 比试一下 好 现在这里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比赛场地 现在咱们这个地里面啊 一共有16趟这个瓜条 那咱们今天人工队八趟 对 咱们机器队八趟 以我为中心 左手边是人工队 右手边为机器队 好不好 好的 好 咱们今天就看谁先收完 咱们谁赢 然后咱们要保证这个质量 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好 3 2 1 开始 发动了快 快 快 现在这个机器发挥的怎么样 发挥的很好 可以看一看 确实挺干净的这个 对对对 而且我看您这也不配力气 您就在这背着手走就这样 对对对 由长河到悠闲自在 而人工队这边却格外紧张 争分夺秒 快快快人工你加油 加油 我看咱们的人工队干劲很足啊 咱们这个是他们走的最快的一台 是 怎么样 觉得今天能赢了机器吗 能 一定能赢他们 这一定能赢是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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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个怎么出来了呀 这个我的料汤满了 要出来摄一次料 咱们这一趟是已经走完了吗 走完了 走完了 这得是有多少了这个 大概800公斤刮子了 哇 咱们这个速度很快呀 这个人工会有看开走了没有多远 对 哦 咱们现在就开始卸瓜子了是吗 对对对 哇 哇 这么多呀 圆圆不断呀 哇 哇 这看着太给劲了这个 怎么样 你看着这么多的瓜子感觉幸福吗 幸福啊 特别兴奋吗 真的 这个真的是有种丰收感 哇 这么多 这瓜子得卖 能卖多少钱了 这个 应该现在市场房间18块钱一公斤 哦 18块钱一公斤 就 这算起来可是无量啊 嗯 挺香的这个 有面膜的 做面膜也可以啊 对对对 怎么样 咱们这一车瓜子卸下来的 来之后咱们继续 然后怎么走呢 然后我们再继续干下一行 紫瓜收获机飞速的做着收瓜取斧工作 这让人工队的队员们好是羡慕 看得都呆了 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会输 依旧有条不紊的做着自己手头上的活 诶 诶 诶 大爷 您这怎么叉都掉了 这个块太累 太累 啊 明年那全集结果的好 哦 这个叉这还能按上吗 哎 对我的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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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了我看这叉都坏了 平时这也磨手吧 这个 对都打了抛了 啊 我这全是剪子 看啊 都是抛 要不您稍歇会儿别太累坏了 好啊 可以了 太累了 人工队的体力透支 给了紫瓜收获机 迅速取得领先的机会 几个来回 已经领先人工队了 我这么多瓜子啊 怎么样觉得这瓜子打的 挺好的是吧 挺好的 虽然人工队这边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最终还是机器队率先完成了比赛 我说收完了 我说收完了 收完了 咱们八趟都收完了是吧 八趟都收完了 都收完了 对对对 赶快喊人工队停吧 停了 好比赛结束了 停吧 停吧 人工停吧 好那咱们这个机器队现在是已经收完了是吧 对对对 好我来查一下咱们机器队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正好八条 一条也不少 那咱们这个人工队这边呢 这个 这还剩了一条 你们都踩上了 这还剩了一条瓜是吧 没收完 对对对对对 哦那咱们等于说今天这个速度上来讲 您是输给这个机器队了 对对对是的 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从质量上来讲 刚才大家也看了确实也认可了咱们这个机器 对 那您现在觉得对下这个机器现在觉得怎么样 从这个质量上 从这个质量上和这个作业效率上 嗯 我还是挺满意的 行那您觉得怎么样 今天觉得这个机器这个效果满意吗 对满意 机器表现很好 表现得很好了 对对对 哦那行那您那个 我改天到那去买一台回来 买一台回来 好好好 可以优惠吗 谢谢你今天的配合肯定给你优惠 好谢谢谢谢 好 牛长河团队发明的紫瓜碱石托子联合作业机 不仅提高了新疆特色作物的机械化水平 减轻农民朋友的劳动强度和负担 而且还减少了农工荒等一系列问题 紫瓜联工收购机呢 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系统继承发明 首先呢在瓜的水空中 最耗费人力的就是瓜的失去 也就是瓜子的收获部分 它在这两部分呢 做了一个自动化的人工继承 它能够大大的降低人工的劳动强度 节省人力 而且效率非常高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联络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彭孟华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哇 很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